韩国政府近日提出了一项劳动时间制度的修改方案 将允许在业务繁忙期一周最长工作69个小时 并保障劳动者可申请长期休假 这一方案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 同时平衡生活与工作 然而这一方案却遭到了年轻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权益的侵害和剥夺 据彭博社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悦的办公室 指示相关机构重新考虑修改方案 并与公众特别是Z世代和迁徙一代进行更好的沟通 尹熙悦还表示 我们必须听取各方面意见 并找到一个平衡点 他承认69小时这一数字可能引起误解和担忧 并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 数据显示 韩国已经是亚洲最劳累的国家 在2021年员工平均工作1915个小时 这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多199个小时 比德国多约33% 根据韩国时报12等多家媒体报道 韩国政府3月6日宣布了劳动时间制度改革方案 修改此前备受争议的每周52小时工作制 根据此前的制度 雇主必须将员工加班时间控制在每周12小时以内 确保员工每周工作总时长不超过52小时 新的方案则允许雇主在业务繁忙期 如旅游旺季 节假日等 将员工每周最长工作时间延长至69个小时 并且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相应的补偿措施 例如 在业务繁忙期后 给予员工至少两倍于加班时数的休息时间 或者允许员工累计加班时数 并在未来申请长期休假 如三个月以上 韩国政府称 新的方案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 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员工的健康和福祉 政府还表示 新的方案并不意味着放松对雇主的监管和惩罚 而是给予雇主更多选择和自由 然而 这一方案却引发了年轻人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据腾讯新闻报道 在社交媒体上 69小时成为了一个热文话题 并引发了大量负面评论 许多网友表示 69小时与一些企业奉行的所谓996类似 并认为这是对他们基本人权和尊严的践踏 除了网友之外 一些由MZ时代 指迁徙一代和Z时代成员领导或参与的组织 也发起了抗议活动 据网易订阅报道 在首尔市中心广场上 我们不要69的标语随处可见 抗议者们表示 他们不接受政府以灵活性为借口 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 并要求政府撤回修改方案 澎派新闻援引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 抗议者们认为 按周计算的劳动时间制度 已维持70年 存在不合理部分 他们认为 政府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职业的特点 制定更加灵活和合理的劳动时间制度 并保障员工的休息权和自主权 期待